7月15号 美国总统乔拜登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会面 努力崇敬关系 在沙特访问期间 拜登预计将讨论人权问题 这是在美国情报部门得出结论 称王储直接批准2018年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卡舒吉谋杀案后 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的几个问题之一 据报道 拜登助手在他抵达以色列之前建议 由于新的新冠病毒变种迅速传播 拜登将在旅途中避免握手 但他在抵达以色列后的几分钟内取消了规定 在前往沙特阿拉伯之前 他在以色列的访问期间继续握手 分析认为 在吉达国王王公前的拳头碰撞以及无言的交流 很可能成为美国总统辞访的标志性形象 在吉他人之间的中心中避免握手 在吉他人之间的中心中避免握手